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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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說你們要想去西方極樂世界 要練到一心不亂了 如果你去不了西方極樂世界 你這個念鑰匙和名號 她可以幫你送去 她有一件是說的這個 其實它就是中醫境界的時候 你能夠想起來阿彌陀佛的名號 或者鑰匙佛的名號 其實都是意念能想起來 阿彌陀佛這邊呢 就是說你念的一心不亂 是因為我們到了中醫生的時候 很容易忘失 就是你是想不解 因為很多幻境 幫你一些 就是說比如說你 你可能追這件丟了個手機 或者是什麼 就是很多幻境出現 那一刻你腦子裡只想著手機 你不會想到他們倆的名號的 如果你臨終的時候有意識嗎 因為臨終的時候 你的頭腦裡邊可以控制你的意識 但是一旦進入西方極樂世界 進入中醫的時候 你就控制不了了 這個維度的意識很難在你那個 就是說偶然會想起來一念又散了 偶然會想起一念又散了 其實都是你的意識裡邊 能泄起那個名號 有些人就泄不起來 知道了 就忘掉了 兩邊多 你只要能夠回想起來 你要去極樂世界 或者去流利世界 都可能成功 就在幻境裡邊 你可能會去 因為很多幻境 然後你可能就走掉了 或者是去做別的事 因為 你是不是那個 我看到 我介紹過那個 聽聞救度中醫的那個 那個房門 他說就是說 你走了之後 有一道迷失 兩天半到三天之間 有個迷失 有人而已的 我不是看那個 獨有救度 我說直接看人死了 我不是看那個 那你在人死了的時候 每個人是不一樣的 有休息人的 跟不休息人的 或者什麼 不是哪個更好 都有幻境 都有幻境 在這個幻境裡 他怎麼處理這些幻境 然後這一刻 他變成中醫生之前 這一段 是不是昏迷狀態 才產生了那個 忘死 中醫就是都沒投胎之前 這邊已經死了 你還沒投胎 這是中醫境界 在這一刻 決定了 因為有時候 醫院被幻境迷惑 你就投胎了 投胎了也很快 對 投胎了你就沒有 得下一世再說了 你就沒有被接引 就是這樣 其實哪一個的重點 都是你能記起來 你要去 不是你不要去 就像現在哪一個的重點 你修行 都要說你要解脫 你不能 你不能迷戀 幻境裡邊的東西 比如說我們在這一世 修行一樣的 你在這個世界 你要說我想解脫輪迴 但是你又迷戀人道的東西 你就走不了 人道就留你嘛 你在幻境裡 終於進見的時候 你又想去其他世界 你又流列幻境的東西 幻境裡的東西 你就離不開那個幻境 就進入了那裡 就很容易這樣 還有說 要是佛的世界 能滿足你的欲望 其實 你去了哪個世界 你的所有欲望都會滿足了 因為這些世界都是極樂 都是很富足的人 你在這些世界裡 你沒有說匮乏感 物質啊什麼 極樂世界為什麼會極樂 因為你什麼都滿足 你才會極樂啊 因為你是帶著欲望去的 那你都滿足了兩邊 但是在那個時候 你要求的不是那些 是人你才要那些 當你真的成了那個世界的生命 你要的又不是那些 那是幻境裡要的 所以 他所有的經典告訴你的 只是為了你去發興去的 沒有這些說法 你不去 你去了 當然在這個世界 你有了這個 你還要啊 這個已經不成為問題了 你擁有的 你已經不算什麼了 你去了就已經擁有 因為你等於是投胎到哪兒 投生到哪兒了 你生出來 你已經是烈花化石 就要極樂世界 要是琉璃世界 琉璃世界 嗯 一定緣不同吧 隨緣分吧 看緣分吧 我覺得都挺好的 每個人緣分不同 在人道有一個優勢 就是說 你可能隨緣分 你可以選擇 還有選擇了餘地 就是有些動物啊 你就說有些 有些精怪啊 或者什麼 他很難選擇 他比如說 他要往生到極樂世界 或者往生到琉璃世界 有的動物 他是不會唸這個佛號的 然後他唸個阿彌陀佛 他唸不出來 他是 他發不出那個聲音的 就是心裡邊沒有那個 你教他 有的 有的你在中醫裡面 你有時候救度一些動物 或者什麼一些精怪 你教他 阿彌陀佛 你唸一聲啊 然後他唸一聲 他不會唸 他怎麼也記不住 他那個難 就記不住這些字 他就那麼難 他也信 他不是 他就連這個佛號都活不出來 就是有障礙 然後呢 但是他可能會唸關西菩薩 因為身世世世有那種信息 他可能說 那你就唸關西菩薩 他可能會唸 要是琉璃光如來的名號 但他不會唸阿彌陀佛 那時候他就被那個精 但有的會唸阿彌陀佛 不會唸那個名號 但人力就有一些優勢 就是人都會唸 因為佛說經是給六道看的 實際上阿彌陀佛 或者是要是如來的那些樂禮 不是只對人法的 他就都六道眾生的 不是只給人看的 有些樂禮能幫助到其他道眾生 選擇去哪兒都行 但是都不能被幻境轉 要被幻境轉都留下了 選擇去哪兒都是因為自己修得不行 修得行也行 你選擇一個世界 視線你有緣嘛 你在哪個世界 哪個世界適合佛曉佛 你去哪個世界 適合你去利益重視都一樣的 就像當時當年印度大成佛法 也就印度沒落了 那來到中國 當年達摩祖師來中國的時候 他的師父也說 我關正代啊 當時中國叫正代嘛 有大成氣象 大成氣象 你去那傳播 因為印度這回沒落了 所以這邊的音樂成熟 你去哪兒 很多人是覺得 在零聖記前沒有成就 去其他世界都不會遺失菩提 就去那兒更容易熟悉佛 那就發越瓦生了 叫留學也罷 叫移民也罷 叫瓦生都不重要 因為我們在這個世界 再來的話 有容易迷失 不是說多苦 是容易迷失 而且很難找到迷失 到了魔法 再來 按你書上說的話 再來還人們 再投人 這個都不一定的 那如果連這個把握也沒有 還是去幾道世界 去要死世界 去要死世界 你要是覺得我真的是臨周 我還是很多東西都沒把握的話 最好是 還是收個淨土啊 或者希望 要是留給我如來的名號 老生到一些 你認為能夠不太迷失的這些世界 繼續學佛了 繼續圓滿了 出破世界也挺好 只是 只是在這個世界 因為進入魔法 就很難 就是很難找到老師 出來很容易迷失 找一下迷失 就脫胎到人啊 就很容易迷失 但是你在這邊 這麼宏洞 這麼迷失的狀態裡邊 你做功德大 你做一切 發一切心 功德比在極樂世界要大很多 你功德容易圓滿 因為 你難 因為做啥很難 你自己發心也很難 因為有慾望吸氣嘛 你能夠跟自己慾望吸氣 戰勝自己的慾望吸氣 去發心 去利益心菩薩 到利益別人 都會付出很多 你感覺付出很多 因為在這幻境裡 你覺得更難 但極樂世界什麼都 你都沒人需要你幫助 沒有去功德的計劃 去了經濟世界以後 你能用這些機會嗎 你還能繼續在 你能聽聞正法你解脫 你是梨花化身嗎 你有神通 你更為了無佛的 有信控之理 更為了無佛學的東西 那不是個經典啊 都是化成 所有的世界都是時空的化成 都是時空 你成長以後 你會視線在不同的時空 所有的都是化成 因為很多眾生 很多從源頭上出來的眾生 迷惑在幻境裡 就是幫助這些眾生 都在一圍的地方 更長的地方 這種情況 都是在這裡 都可以選擇 或者方法 更多一些 都需要 都需要 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